注意! 今天我們想的不是一般教室 而是跟大家來一次特種軍事訓練 第一集,我們會學習大家很少接觸的課題 軍備,火炮與炮彈 一齊聽聽軍事科技的歷史和發展 有沒有想過發射一顆炮彈 事前需要多少精密的計算才能打中目標? 打仗致勝關鍵除了士氣 軍備的優劣也是決定勝負的重要一環 今天我們有請香港海防博物館二級助理館長Franco負責講解 館長你好 各位學員好 發射一顆炮彈時需要很多計算 例如距離、工作和火藥的份量 人類早期發明的火器叫前裝滑糖炮 它是沒有糖線的 要在炮口方向換入炮彈和火藥 館長,是不是好像我們看電影見那些士兵 在炮口放些炮彈和火藥進去? 正確 之後由於前裝滑糖炮精準度太低 上彈速度太慢 整分鐘都發不到一炮 所以就在1880年代左右 被新發明的後裝線糖炮水袋 後裝線糖炮 顧名思義就是加了糖線 糖線是刻在砲管裡面的坑 這些坑紋會令炮彈發射的時候自轉 炮彈轉動可以減低風阻 大大提升槍炮發射時的精準度 而在後面上炮彈和火藥 也令上彈速度快了很多倍 增加火器的殺傷力 收到!火炮有這麼大的變化 那炮彈呢? 早期炮彈一般只是石彈和原彈 威力有限 後來工業革命 人類野金技術提升 炮彈的形狀更加符合空氣動力學 更開始出現不同的種類 好像裝了炸藥的炮彈 攻擊軍艦裝甲的穿甲彈 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上見的高爆彈 和毒氣彈等等 可以看到現代戰爭的殘酷 炮彈種類真的多到說不完 香港海防博物館的上次展 就羅列出不同的火炮和炮彈 讓大家慢慢研究 下一集,館長好像說 帶我們認識軍人的衣食住行 我很期待 下一集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